就是一个65岁的 他其实是司机 但是他有一天开车的时候 他就开一开 他就觉得视力有点 好像看不清楚 他发现那个马路是扭曲变形的 那听了他的叙述之后 我们就发现 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黄斑部病变 对于眼睛 其实大家观念真的都很好 都知道我们要吃叶黄素 可是我就想请教医师 到底为什么我们就要吃叶黄素呢 第一个就是说叶黄素这个成分 我们身体没有办法自行制造 合成 可是叶黄素没有 叶黄素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制造它 所以这个它一定是要从 外来去补充进来 然后第二个 为什么叶黄素这么重要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 可以进到水晶体的营养素 它可以穿到水晶体里面 这么多种营养素 对 它并且这些就围堵 只有叶黄素可以做它 对就是叶黄素它可以保护眼睛 就是因为它可以到水晶体里面 那叶黄素它就提供一个 很好的抗氧化的效果 所以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视网膜 水晶体 同时它当然也会进到视网膜里面 就可以保护我们眼睛 有点类似像眼睛的防晒 一天基本的叶黄素补充量 大概要6毫克左右 对 那如果你是单靠奇异果 你要补充到 你今天可以补充到叶黄素的量 你要吃49颗 对 吃完应该就是 整个人都很黄了 对 那相及一次的话 像柳橙要吃到36颗 对 像我们一般不可能去吃到这样子的量 所以就除了食疗之外 可能适度的有一些营养补充来 就是加强一下 其实也是很好的 新洋小脂它是属于美国婴儿食品的配方 代表什么 它如果利用油离型的话 它比较好吸收 也比较好容易带走 对 所以我在挑选的话 我会比较挑选给油离型的叶黄素 那我现在做个实验给大家看 那如果是直化型的话 我把它倒在水里面 你看它就比较不容于水 真的耶 它是浮在上面 对它是浮在上面 它必须有一点油脂 可是你看油离型的话 它就溶于水 代表什么 它易于好吸收 你看到没有 它慢慢的沉下去了 那等于说它在吸收在我们的体内 但是直化型你说不能没有 但是它溶解的速度真的很慢 代表你吸收度也变得非常非常的慢 我也想请问医生 像我们叶黄素跟玉米黄素 我两种都要摄取到这样是比较好的吗 难道我不能只吃叶黄素吗 其实现在的那个 就是我们眼科有做过一个大型的调查 就应该是一个研究报告 那发现10毫克的叶黄素 对上2毫克的玉米黄素 这样子的营养成分 对眼睛来讲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其实它是1加1大于2 就是说你吃叶黄素 再加上那个玉米黄素的话 它在我们身体里面 有时候它在一个化学变化里面 它会有一个互相加成的效果 这就是我然的 不是从这样子的时候 没证 podob